2月14日晚上 宁波凤化一名孕妇 发烧晕厥急需送医 为了争取救治时间 孕妇的家人发现有过路警车 立即上前求助 当天晚上8点多 宁波凤化西屋交警钟队 一辆出警警车 停在一路口等红灯 后方一辆轿车 下来一名男子 焦急跑过来敲打警车车窗 敲了一下我们警车的窗户 他说我老婆不行了 他说要送能力 恐怕有生命危险 大概听的是这个意思 他说你们给我们 能不能护送一下 经过简短沟通 民警了解到 男子的妻子是一名孕妇 因为晕厥需要紧急送医 民警随即示意男子驾车 跟随警车 警车在前方开道 一路鸣笛喊话 提醒前方车辆避让 连闯多个红灯 为他们开辟了一条 绿色生命通道 在警车的护送下 原本需要20分钟的车程 仅仅用了10分钟 便将孕妇安全护送到医院 据了解该孕妇 由于发烧 导致突发晕厥 由于送医 救治及时 目前已无大碍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